郊西溫泉 汆湯溫泉 德洋路 左轉進去 德洋路 這一帶 正經就是溫泉飯店 溫泉飯店 郊西 第一排名前二名 第二名的就是 鳳凰昌隆 鳳凰昌隆 大酒店 然後還有老爺酒店 早上我們就從那邊進去了 來這個年年小館吃 郊西以來年年小館 這吃啥? 台灣料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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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年小館 差不多 三千塊 吃得更豐盛 三千塊就是一大桌了 120Canadian Dollar for a table food 前面有一個吃冰的地方 它們家的冰還不錯 左邊這個也新蓋的 中間溫泉渡價還蠻好 那一棟 那裡面也有溫泉魚 山泉裡面有溫泉魚 Hot Spin Fish 這個晚上睡覺比較不會不舒服 為什麼? 因為鐵道就在旁邊 這邊有鐵道 所以 東面 西面比較不好 要住飯店要住這一面 靠山的這邊 對對對 那一面都有鐵道 半夜早上都有火車在走 這樣比較差 只適合鐵道迷 你啊 哈哈 適合鐵道迷